北美华人建筑企业协会周末在温哥华举行盛大的六周年庆典 北美华人建筑企业协会成立六周年庆典上 协会主席王乃华在致辞中表示 成立六年来协会尽力帮助会员成长 也让协会发展壮大 凝聚华人建筑企业力量回馈社区 并感谢各界的支持 我们会一步步的脚踏实地的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华人的企业 支持帮助共同走向前进 瑞邦金融作为这次庆典活动冠名赞助 总裁廖子卫表示 不论是过去三年在疫情之中 还是目前加拿大许多行业都因为高通胀 面临困难时 华人建筑企业一直都在为加拿大经济做出贡献 作为金融企业行业 愿意为这样的企业提供协助 疫情之后 所有的华人企业都在极其的努力 为我们加拿大的经济 还荣 在付出他们的自己的默默的心情的劳动 专程到场祝贺的 卑诗省议员姚军县 和列祖文市长马宝定 都高度肯定华人建筑企业协会 和会员单位 为加拿大经济和社区的贡献 当我们建筑社团这边的协会 他们在我们必须的经济 对我们很大的支持 华人继续在一起 互相合作 互相支持 互相选取是非常好的事 今天我们有500个人 与协助商业业 非常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温哥华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